主力呢 可以說我減死港 都是問阿蛇 因為我是男人 我們不怕說 他都應該很老實的 我都想知道他這些事情 但其他朋友打電話來 我在等你們 阿V也在外面等著你們 等到有些心驚和膽跳 1872966和977吹水 有問題想問 找阿蛇尖卜 現在打電話來了 我們幾個沒所謂 你們何必這樣切磨一個少女 對 她很可憐 像煎熬一樣 你這樣不打電話 她的級數會改 做事的級數 我知道 我直後想不到別的樣子 不敢想 同事來的 如果一段關係 有以下這幾個元素 大家經歷過哪幾種呢 其實是幾種 但是有不同的組合 名分 愛和性 其實我們三個都一定有不少 但是男人說得太容易了 分了幾種 現在是膽拖腳等等 第一種 只有名分的 放在那裡是男女朋友或者兩夫妻 基本上是等分手或離婚的 那些 有沒有人 只有名分 沒有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好 第二個 好愚蠢 因為只有名分 家庭不用給 要給家庭 只有名分 就沒有責任了 如果男女朋友只有名分 連性關係都會沒有 沒有 只是帶回家見父母那隻 但我想她這個是負擔 他們之間沒有愛 例如你說我們互相愛大家 幫他們答應我們不搞事 這是另一件事 你說定了另一件事 現在是頹了 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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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原因是不可以在一起 例如 疑似戀 因為移民都替不到 強ksを射向藍關 剛剛 Shay 我打算寫 疑地戀的軍事 疑地戀 免或疑民 都是疑地 lub stories 有沒有 只有外 疑地我有 我從來裡都試過 我真的從來有試過 我可以適時 你有沒有試過疑地戀的嗎 一定是香港和加拿大的 你是多久才 疑地戀可以維持的 兩個多月 你很短 一個人很薄行 是不是你被人 大家都沒有玩 無疾而終嗎 其實你走那一刻 大家都沒有直接說過 你那時候多少歲 剛剛過了嗎 不是 那時候我想在讀中四 中五 因為我本身當時加拿大有一個曖昧的 然後呢 然後你香港有一個有名分的 這個人很花心 你走就對了 那時候我是覺得 因為對方覺得我那邊會有一個 所以他覺得不要妨礙 對方又是有靈性的嗎 不是 他感覺你多久之後才回來 因為那時候我是一年才回來一次 不是現在那些三個月回來 其實二地戀很難 對 真的很難的 基本上十對都沒必有一對可以好好的 你是何時的 我剛才14歲就被家人踢去寄宿 去英國 我十三歲經已拍拖 我第一個女朋友 初戀女朋友 就拍了一年拖 然後就被家人踢去讀書 再維繫了一段都挺長的 一年多年 一年你有沒有在那邊認識過別人 沒有 真的很癡情 還天天寫信 真的天天寫信 我講過了 星期六和星期日那封 就是星期一一次過幾兩封 是要為求達到你真的見到我天天報告 你說是否報告那些 那些你真的沒什麼好寫呢 小孩子真的是這樣 你怎麼都尷尬出來寫的 寫什麼內容 都是那些掛著你 我今早拆牙有留牙 愛死你 不是 都有一些 幾個無聊的東西都可以寫得很有癢 剛才出去踢球 那條木契想剷我 給我一個飛身跳 你有沒有看過立花兄弟 無端都會說這些很無聊的東西 你都可以寫得起碼一頁兩頁紙 然後大大隻那些 I some you 又啞了一頁紙 你還要是當時計較什麼 只有頁紙薄 好像沒什麼誠意 怎樣都再做些東西 然後又接些 不懂找人教 接些些心心 星星 買一大疊 臨過去英國之前 在香港買了一大疊 四四方方的人 用來接紙殼彩繫 就是專門為了過去的時候 可以接東西給他 哇 幾時錄 有沒有錄音帶 當然有 那時候流行這些 你知不知道很難的 60分鐘錄滿 大哥 神經病 你知道最難的是什麼 最難的是我60分鐘錄滿 還要過一兩個月 不是一個月就記一餅 高日不記 記一餅30分鐘 還要錄不滿 你這樣也會覺得很難的 是計較這些 當然 當時應該要夾一首歌 他已經 就好像那些人 還會計較我們做節目 你去過 你又播歌 對 我就會計較 你講了那三句 他又播手張智霖我聽 那時候我還記得他播 我真的記得 第一首 播給我 這首歌 這陣子我一聽就想起你了 如此者搬上來 我以為第一句是 別離沒有對錯 要走也解釋得多 那就明白什麼事了 我記得我哭了 當時說分手 我當時那個很好的 他幫我錄廣播劇 我也有 不過我那個沒說 他切完廣告 他給你什麼廣播劇 錄了嗎 給你聽 戀愛二分一 都是903那期的最欠 那時候呢 我有初戀無限次聽 我們不是拍拖 我讀男校 有些朋友 不是去外國讀書 你和你的朋友那麼相機嗎 不是相機 他回來要求可不可以錄軟硬 每個星期錄 一定要的 我也有 就是張麗瑾軟硬 過個星期就錄軟硬 我也有 不過不是 我和其中一個男生朋友 都是記錄金帶的 就是by the time 我錄完 可能是婚日子錄的 男人就沒有跟你一起過 一直說說說說說 練習做DJ 男人可能是分一個星期 每天錄一些 錄爆了那名帶 接著就傳給他 去到他聽完了 接著又分段錄給我 可能幾個星期一頂 是有這些的 他還特地 懶得寫嗎 寫會機一點 那件事 626就好一點 他還特地 我小時候踢球 他還特地有 喂 現在比賽 我現在拿著報機了 多有心 我現在報告人比賽 讓你到處跑 現在阿輝又怎樣 阿強被人截了 那些是挺好玩的 我還記得其中一頂有鹹東西 打開 他說算是這樣的 我正心去剪了一系列 在那些鹹書裡 剪了一系列 然後就放在那裡 其實套帶呢 他不是有張卡紙 你記得嗎 寫歌名 那卡紙是可以摺 他就放在那卡紙裡面 那你不會被人發現 好像混毒一樣 對呀 很有魅力 多開心 你知道嗎 那時候 好像你們現在那麼開心 有個手機就可以上網 怎樣追蹤都行 那時候真的沒有 所以那時候那些啟德機場 不是很多 你跟你的女兒 那些生離死別場 很多的 我是啟德年代的 因為你平時 收起來不讓父母知道 去到那天你也要見真章 那時候坐牢一樣 我那時候太小了 送我機的唯一 你是不是啟德年代 你是啟德年代 你還在想 假裝 啟德是怎樣 三年 我走到福宮碼頭 搭船出宮台 97年才有新機場 應該是 啟德很有情懷 我當時跟我同輩 只有我表哥來送機 全部都是年紀大 全部都是阿婆 因為我當時移民 婆婆、姨媽 那你回來香港 過個暑假 那些沒有人送的機 那時候 還沒說過 要你坐67號X 自己去九龍城 那邊再走 我爸爸會送我去機場 沒什麼機會送的 OK 在機場外面 你自己拿行李 自己拉進去 我不拍車 在這裡很煩 可以了 你懂得搞的 啟德我真的 無緣無故說 啟德很有情懷 我想聽著我們那些聽眾 都有很多是啟德年代 我不知道你們覺不覺 現在那些未踏過啟德機場的人 我相信就不會感受到 啟德和赤立角的分別 赤立角是很漂亮 是很大 是沒有啟德那麼有感覺 啟德是零射衰的 因為所有東西來得太近 你記得嗎 他最開心的是 一下機已經開過九龍城那裡吃一碗粉 對了 那時候如果那一陣子不是最頑皮的 家人就臨上機前兩個小時 帶你去創法打空 你知道嗎 創法 我不知道 九龍城很出名的 吃潮州夜打空 打完空就帶你過去 我還記得有一陣子 真的吃不完 還打包一點我給我拿上飛機吃 其他那些乘客就覺得很有型 有陣子的味道 雖然說潮州夜也有陣子的味道 你無端打開有些鵝片 蜘蛛魚 你這些都怪 但是啟德的情懷 不是一般 如果大家沒有經歷過的 你真的錯過了很多東西 對於我來說啟德是更加特別的 我在新蒲崗 從小學一年級到中七 其實真的對面很遠 每天坐巴士都經過啟德才回到學校 其實是很近的 那時候的年代有很多同學 從中三中四開始 去讀書 有些移民 因為我們很近 我們真的在午餐時間 會有一群人去送機 一群四十多人去送機 你說的好像只有長輩 剛好飛機撞席 那段時間 對呀 不知道為什麼下午可以送到機 或者放學時間三四點也送到 所以那時候 我們有一段時候 是很密的 整天就放學 四十多人就拉過去送機 非加拿大通常是下午或是深夜 後期是深夜 所以我們那時候經常都會 一群人穿著一套校服 從深無綱下 我還記得那時候 好像覺得很大膽 穿進去富豪酒店 樓上有一條天條 因為有冷氣 但那時候你年輕人穿校服 覺得酒店好像很聚過 又不是光顧進去 幾十人穿過 我現在也有這個感覺 進去借廁所 有時候也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 啟德是特別有情懷 特別呀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事 我不是說 那時候二地戀就是初戀女朋友 嘩 我真的很記得這個畫面 你始終叫第一次 踢你過去英國寄宿 我爸爸就 怎樣都要陪你過去一魂 我還記得人生第一次 暫時來說是唯一一次 是只有兩父子坐飛機 他就坐我旁邊 那你想一想 這麼多小時 你想一想你對著老爸 兒子對著老爸 就怎樣都會扮一下東西 但是我女朋友來送我飛機 他媽媽也一起來 他媽媽很友善 和我很疼我 那時候死撐的嘛 一上飛機哭到爛街 然後呢 我還記得 我爸爸就坐在旁邊 那你又忍不住 我把我的死人頭 推到很低 我把我的臉 入了背包裏 一直在 拉開裝找東西 那些東西是濕透了 一看就知道你臭小子在哭 那些 很慘 我還記得 那些死人飛機 淡淡淡的 看到那些小小燈 就在那裡看著我爸爸 我爸爸刻意不看我 我看到那側面 我以為你爸爸在旁邊笑 他心裡一定有笑 年輕人總有這些東西 讀書不見你那麼賞心 拍拖 認識女人在飛機哭 死來活去 把他都不得了 真的 我很記得 就是因為這樣搞了熱地亂 就是因為這樣 剛才就終於回到那件事了 哈哈 到啊 你們還不打來 大哥是不是 沒有啊 完全不知道 昨天又有 今天又不知道 你自己一猜他們不賭 這陣子應該有時間了很多 不要緊要我們自己聊天 不要管他們 不要打來 好了 第三個 正藝得性 他每一個 under那個category 他會給一些例子 正藝得性的例子 包括有 SP FWB 什麼叫forward Friends with Benefits 以及雞 OK 我沒有見過 我覺得他這個是有性別歧視 鴨呢 就是 鴨可以的 不是只有雞提供性 鴨也提供性 沒錯 性工作者 應該是犯子為性工作者 只有性的關係 有沒有人試過 有沒有試過 這個一定是要有長久的關係 我覺得雞 鴨 不應該夾裡面 一次的 你都不會寫 One night stand 那不是一個關係 對 你可以勉強說有交易的關係 但不可以這樣卡進去 如果你要卡進去 就算SP 你都不可以是one off的SP 你要知道什麼名字 那通常會知道什麼名字 不是的 他給你那個都未必是真的 你真的確定 我知道你是叫Selena 我知道你是叫Johnny 我突然想起這件事 對不起 我又打斷了 我突然間 我那天搭到車 就是因為Johnny這個名字 令我想起一些東西 有一個外國歌手叫Johnny something 也是叫強尼 Johnny Rogan 強尼羅根 我就開始想 怎樣譯Johnny 都沒有理由是強 John和強 沒有可能 是不是 是國語音 是國語音 Johnson Johnson baby 他叫強生 就是國語譯音 你明白嗎 但我想到一件事 因此我想到 我懷疑 我懷疑以前的人譯的時候 就有人說 John怎樣譯 可能你懂英文的 那就是 壯 誰壯 強壯 那壯 之後你還記得 強壯 強壯 然後回到去寫 就寫了強 明明是壯 明明是壯 來 就寫了強 來